一个只有99年的梦 新的家园,新的梦想开始 我们日日夜夜忙碌的奋斗 只是为了一个梦想 一个能融下一家人的家 留给下一代 但是2018年 所有人的梦都被唤醒了 简单的几句话 摧毁了我们这一辈子的梦想 当合约到期后 我们身上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是人民还是员工? 我们从小就很努力读书 为了找到好的工作 小孩的教育费怎么办? 未来的医疗费怎么办? 你们承诺我们的前途在哪里? 哈佛 我们自然为了 有可能 以兴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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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呢? 在关系人资价 它不再有意义 但,他们正确 至少,我会得到工作 Yo,Jimmy,你来这边做什么? 听说你刚大学毕业了 哎哟,来这边找admin job 讲什么读大学,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找我的皮... 不便啦,我的老伯告诉我 新加坡是一个让人民工作的地方,不是创业的 哎,等下我再跟人reject的话 我就听政府的话咯,去做grab啦 蓝领功,还是美领功 我阿公,我老伯,还有我 我们都很荣幸成为国家的军人 效劳和捍卫我们自爱的新加坡 虽然我学业不好,只是一个蓝领功 我依然自豪地为新加坡做出贡献 老板,我跟你拼了几十年 我要结婚了,想要加一点工资 想什么想,要就点点做 外面大把外劳抢着做啊 我还能说什么,我还能做些什么 有的时候,我好奇 两者之间,谁更好 但亲妈妈,是个资产还是负累 我曾经一度深信,我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特别是她说出,我愿意的那一刻 家中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直到有一天,她做出了要离开的那个决定 我该如何自身面对这一切 我毫无选择,只能到处选找援助 结果我得到的,却只有无数的拒绝 我身为一个新加坡人,对新加坡而言究竟是什么 我做错了什么,担心我竟是罪吗 我愿意你的声音听,因为你尽得更好 我看到用这个案实的时候 甚至每10,下ków